这一小节我将向大家介绍二差数的层序便利 与此同时呢 向大家介绍一个在层序便利背后更加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广度优先便利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之前所采用的二差数的便利 不管是前序中序后序 我们整个访问这些节点的过程 其实都是以这张图为例 从28到16到13 然后回来到22 然后回来30 29 42 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只不过我们执行打印的那句话的位置不同而已 那么这样的一种便利模式呢 通常称为深度优先便利 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 首先尝试着走到最深 那么在我这个例子里 首先尝试着就会走到13 走不通了以后 才会再返回用回溯的方式 这样将整棵树便利结束 那么和这个思路相对应的 对于二差数来说 也存在广度优先便利的方式 那么和深度优先便利 这种方式相对应的 就有广度优先的这种便利方式 那么对应到二差数上呢 其实就是层序的便利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完28这个节点之后 马上看的是16和30这两个节点 大家注意这两个节点是在一层上 紧接着看的是13、22、29、42 在这一层的节点 那么如果这棵树更大的话 依此类推 一层一层的看 大家可以想象 对于这种方式来说 我们没有优先 从这棵树的根节点 一直走到最深 走到某一个叶子节点 而是更加关注广度 将每一层的所有节点 优先便利完毕 所以呢 这就叫做广度优先的便利 具体广度的优先便利 应该怎么实现呢 通常我们要实现一个广度优先便利 就需要引入一个对列 这样的概念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所谓的对列 就是先进先出 后进后出 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就模拟是一个对列 那么上方呢 假设就是对手的位置 具体怎样实现广度优先便利呢 首先我们能很轻易的 拿到这颗二叉数的根 所以我们把这个根推进我们的对列 之后我们进行一次循环 在每次循环中 只要我们的对列不为空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对列不为空 虽然它只有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元素拿出来 我们将这个元素拿出来 就是便利到了这个元素 我们就可以做相应的操作 比如说依然是最简单的 可能我们只是想把它输出出来 打印出28 在这之后 我们还要将这个节点的左右两个孩子 拿到并且入对 比如说对于28来说 它的左右两个孩子分别是16和30 所以我们就要将16和30 这两个元素分别入对 现在我们的对列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次循环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对手的16 给拿出来做相应的操作 比如说是打印 然后将16的两个孩子13和22分别拿出来入对 我们的对列变成了这个样子 下一步对手是30 我们把30出对进行操作 之后将30的左右两个孩子29和42拿出来入对 我们的对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紧接着我们将对手的13拿出来进行输出 之后我们就要把13的左右两个孩子入对 大家注意13没有孩子了 那么当然了我们就不能入对了 这样就过去了 之后我们再把对手的22拿出来进行操作 将22的两个孩子入对 22也没有孩子 那好就没有任何元素可以入对 接着将29拿出来进行操作 29也没有孩子 没有元素需要入对 最后将42拿出来 42也没有孩子 不需要入对 此时我们的对列已经为空了 那么我们这个算法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右侧的打印输出28 16 30 13 22 29 42 就是这颗二叉数的层序 28 16 30 13 22 29 42 这个动画演示的过程就是二叉搜索数的广度优先便利这个过程 那么好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用代码实现一下这个过程 下面我们要在我们的代码实现一个二叉搜索数的广度优先便利 首先呢我们需要使用对列 在这里呢我们使用C++ STL库中自带的这个对列 我们include上q这个类库 之后我们在我们之前实现的这个post order后面 来实现我们刚刚讲解的层序便利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函数呢我将它称之为叫做level order 也就是层序便利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实现 首先我们要声明一个我们的这个对列 注意我们的对列里头存放的是no的星这样的对象 我呢就管它叫做q 之后首先在q中我就要入对我们的跟节点root 然后像之前讲的一样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循环了 这次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对列为空的时候才会结束 所以我们判断while kill并非是empty的时候 我们来进行这次循环 每次循环做什么事情呢 在每次循环首先我们就要取出对手的元素 我们写上这个no的星呢等于q的front 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对手的元素让它出对 q点pop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对我们刚刚拿出来的这个no的元素 进行相应的操作 在这里呢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的将no的这个元素 它的键值给打印出来 打印出它的no的key 下面我们就要看no的是否有左右孩子 如果有的话将它们分别入对 那么我们看no的left是不是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就让q点push node它相应的左孩子left 另外我们还要看no的它的right是否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我们就要q点push将node的right让它入对 之后这个循环继续进行直到我们的对列中为空 那么我们就这样非常容易的就实现了一个二叉搜索数的程序便利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写一个测试用力来看看这个逻辑是不是非常好的完成了程序的便利 到这里我们就将二分搜索数的前中后续的便利以及程序便利这四种便利全部向大家介绍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四种便利方式相对都是非常高效的 其中这个n呢是二叉数中节点的数量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便利一次肯定至少每个节点都要走一遍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提过的这四种便利方式 对于每一种便利方式 每一个节点只访问了常数次 正是因为如此呢使得整个便利过程它的复杂度是on的 对于这些便利方法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显示的构建出来这样的一棵树 也需要运用类似的这种便利方式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的规定排序以及快速排序 它们本质呢其实是一棵二叉数的深度优先便利的过程 那么与此同时这四种便利呢也非常好的结合了地规 这种计算机中非常常见的技术 以及使用对列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 来实现一个更加复杂的算法这样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也能通过此来体会这种基础的数据结构 来构建更加复杂的算法过程 那么我们在下一小节将开始介绍 二刹搜索数中最难的一个操作 删除一个节点 大家加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